來自德克薩斯州的 弗里斯科的切布羅魯表示 他最初的目標 是使電腦模擬來尋找可以 與流感病毒蛋白結合的鮮度化合物 但因為中共病毒疾病在全球大流行 對世界造成巨大的影響 他在指導老師的幫助下 轉移針對中共病毒進行研究 切布羅魯說 獲得獎項和投降是一種榮譽 但自己的工作尚未完成 下一步他將和科學家們一起努力 將他的發現擴展為可以 實際治療中共病毒疾病的方法 以控制疫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3M青年科學家挑戰賽評審莫斯表示 切布羅魯具有十足的好奇心 並展開全面的工作 檢查了很多資料庫 被利用自己的時間和知識 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將希望帶給無數人